我们笔试信息和圣灵的福音 吃天上的粮 约翰福音第六章28-58节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拆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妈呢 《柔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 主啊 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反复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拆我来者的意思行 拆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墨玉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子而性的人得冗生 并且在墨玉我要叫他复活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议论他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拆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墨玉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唯独从神来的 他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冗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妈呢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 犹太人彼此争乱 说 这个人咋能把他的肉 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就有冗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冗活的腹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腹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妈呢 还是死了 在神面前失落的灵魂 我们的走在这世上的时候 以色列的百姓非常贫困 他们没有走够的食物可以吃饱 因为他们是受罗马帝国 剥缩的殖民地 我们的走接待病人 医治他们的疾病 用五只饼和两条鱼 为虫人行奇迹 用肉体的食物喂养他们 看到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的走怜悯他们 走怜悯他们 因为他是他们为失落的羊 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当以色列的百姓 一直跟随耶稣到旷野时 耶稣怜悯他们 尽管他们是要吃饭 因为他们有身体 他们却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所以走对他的门头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三节 然后斐利对耶稣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门头不可能喂饱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的走喂饱了他们 他用五只饼和两条鱼行奇迹 耶稣拿过两条鱼和五只饼 咒泻这些只够少数人吃饱的食物 喂饱了五千多人 如果考虑妇人和子女 可能喂饱一万五千人 我们的走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人们日到耶稣 十多人都治好了疾病 又吃饱了饭 看到奇迹 听到天上真理美妙的道 所以正人开始跟随耶稣 并逼迫耶稣做以色列的王 这些人心里想 如果你做我们的王 我们绝不能担忧食物 你只是赐给一袋麦子 就足够全国人吃饱 还可剩下七粮仓 所以智者想叫耶稣 做他们的王 心想如果耶稣做王 他们就无需忧虑 国家的经济和食物的供应 但耶稣坚决拒绝 我不会做体贴肉体的王 耶稣避开他们 人们想逼迫他 叫他做他们的王 后来 耶稣和他的门徒 趁全渡过了加利利海 吃了加白农 跟随的众人 在加利利海滨 看到了耶稣 已经到了海的对岸 于是他们跟着吃了那里 他们行到海的另一边 找到耶稣 他们必定又饥饿了 用餐时间 他们心想 主不会再给我们什么吃的吗 当时 我们的主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应见了神迹 乃是应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成到冗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 二十六字二十七节 所以人们问他 我们做什么 才算做神的工作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 耶稣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思 他告诉他们 要信仰耶稣亲自赐给的 水和圣灵的福音 然后他们又问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妈呢 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子三十一节 耶稣是他们生命的粮 但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信仰神 他们把耶稣的话 联想到旧约中 神在他们的祖先活在旷野时 赐给他们天上的妈呢 所以他们问 那么你能把妈呢这样的粮 赐给我们大家 像旧约中的摩西那样吗 然后我们的祖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字三十三节 众人说 如果你有这能力 就把这个粮赐给我们吧 为我们吃这粮 那么我们就会相信 耶稣回答说 在旧约里不是摩西降下妈呢 而是神 为了赐给你们生命 我也给你们我的肉 所以吃我的肉和领树荣生吧 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并告诉人们 要吃这从天上下来的粮 因为赐给他们生命 这是什么样的粮呢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的肉是生命的粮 聚集在那里的人不得不考虑 他们能理解肉体的粮 但什么是他突然所说的生命的粮呢 这里我们是要知道 耶稣说起的生命的粮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以色列的百姓跟随在耶稣身边 希望从耶稣那里吃到肉体的粮 另一方面 耶稣要赐给他们生命的粮 这粮则相抵触 耶稣要赐给他们的 不是以色列百姓所寻找的 所以耶稣说他自己 我是生命的粮 吃我的肉 以色列的百姓不理解他 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五自四十节 向他们解释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凡父祖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 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墨玉却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复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子而性的人 得冗生 并且在墨玉 我要叫他复活 耶稣是生命的粮 耶稣把自己说成生命的粮 犹太人开始抱怨 他说 根据我们所知 你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你怎能说 你是天上的粮呢 生命的粮 胡扯 我们认识你家里的所有人 你的父亲约瑟 和你的母亲玛利亚 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看着你长大 你的父亲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你怎么敢说 你是从天上下来生命的粮呢 我们的祖父吃玛纳 你也能给我们吃玛纳吗 如果可以 现在就为我们落下玛纳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除非父拆来我身边 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到我这里来 我会在墨玉复活他 换句话说 我们的主说 父亲如何把他拆到世上 拯救百姓的 然而人们只向他索要肉体的食物 所以他说 我是生命的粮 如果信仰我 你们将得救和领受冗生 但你们却不信我 尽管你们看见我 我们怎样才能信仰你呢 我们知道你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信你呢 耶稣和以色列的百姓之间 必定有过一些有趣的对话 但我们可以看出 这对话还难进行 因为双方都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主说 它是生命的粮 他说 尽管你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玛纳 但他们都死了 在旷野里露下来的玛纳 那不是母席给的 而是从天上下来的 然后他说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 换句话说 耶稣这样说 我是天上的粮 如果有人吃这粮 他将冗生 主说 他的肉是世人的生命之粮 耶稣说 人们必失吃他的肉 然后犹太人开始激烈的争乱 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耶稣说的话 所以他们说 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冗生 在墨浴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缠在我里面 我也缠在他里面 融活的腹 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腹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妈呢 还是死了 约翰福音第六章 53-58节 但是 以色列的百姓最终 还是不理解他 耶稣的肉确实是可以吃的 我们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已经重生 重生者会认识到 耶稣的肉确实是可以吃的 他的血确实是可以喝的 事实上 重生的人每天都在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这位说他的肉确实是可以吃的 耶稣 仍然还在用他的肉喂饱义人 义人在因性吃耶稣的肉 耶稣的肉 指振振得救的福音 耶稣在他的身体上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世人所有的罪念 斩驾到他自己的身上 从而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念 耶稣的血确实是可以喝的 耶稣说 他的血确实是可以喝的 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罪念的定罪 是熄灭我们心中干渴的饮料 如果我们吃他的肉 我们就会饱足 如果我们喝他的血 我们就不会渴 因为那些信仰耶稣洗礼和留学的人 因性吃他 他的肉成了天上来的生命之粮 他的血确实成了饮料 耶稣的肉和血 已经成了信徒们真生命的粮 信仰耶稣的你和我 知道并相信 耶稣的肉是生命的粮 这里我们要小心谨慎 不要误解 我们不能相信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 是他的肉 只有这才是生命的粮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 确实我们是可以喝的 但不是粮 你们只信耶稣的十字架 能饱吗 不能 你们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 你们不再渴了 因为你们已经从心里罪孽的定罪中得救 但心里不会饱足 耶稣在约大河树洗 接受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通过洗礼的水 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所以耶稣的肉成了你我的粮 你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吗 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体贴肉体 他们虽然跟随耶稣 却认识不到这个事实 但我们重生者阅读这段经文就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经上写道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传在我里面 我也传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第六章 五十五自五十六节 凡是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他血的人 在他里面没有生命 但那些吃走的肉 喝他血的人能得冗生 那么你们如何呢 你们吃过耶稣的肉 喝过他的血吗 你们怎么吃的呢 你们从耶稣身上撕下一只手 双手以后咬着吃吗 你们撕下耶稣的手臂 把血系在碗里喝吗 指示耶稣有多少肉 供这些人吃喝呢 我的信头朋友们 我们知道 耶稣不是从肉体上 讲述这段经文 主的道是圣灵和我们的生命 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 耶稣已赐给我们 他的肉和血 凡是不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的人都不得冗生 无恋是谁 凡不吃耶稣的肉和血 都不得冗生 无论哪位聪明和伟大的神学家 如果他不能因性吃耶稣的肉和血 那么他将远离冗生 耶稣把人类所有的罪念 涨嫁到自己的身体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定罪 他把肉和血赐给全人类 他已经把生命赐给了那些 相信他已经拯救了他的信徒们 没有人能从罪念中得救 除非他在心里相信耶稣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他也不能领受冗生 只有那些相信真理之道 耶稣的洗礼 既他的肉已经清洗 所有人类罪念的人 才能因性从神那里 领受真正的生命 你们已经领受这生命了吗 你们已经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了吗 我因性成了这样的人 已经吃了耶稣的肉 喝了他的血 从耶稣的话 我的肉确实是可以吃的 我们清楚地认识 神的道确实是奇妙的真理 如果某个人对于这世上的生活 感到疲倦和厌烦 如果他们认识到 自己缺乏守灵的食物 想到耶稣的洗礼 那么这洗礼 就会变成生命的粮 在灵性上充满它 耶稣通过他的肉体 赐给我们的粮 绝不坏和亏缺什么 我们荣有 玉玉叶叶 无论今天还是明天 耶稣在他的身体领受洗礼 意味着他已经用水 清洗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耶稣通过他的洗礼 担当所有罪孽的肉体 能使灵魂吃饱 是真粮 任何信仰耶稣肉体的人 心里饱足 这种饱足不在肉体 而在心里 他的灵魂饱足 增强 灵魂无比尊强 不重生的人简直不能理解 或体会这真理之道 在早期教会时期 基督徒秘密进行 他们的信仰生活 躲在墓穴里逃避迫害 见此 使徒罗马人从遗文上 指责他们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是食物动物 罗马人不知神的道 错误地认为 每天基督徒 自己在一起 投杀人类和吞食他们 吃受害者的肉 喝他们的血 所以他们猛烈地迫害他们 那些没有重生的人 只是很艰难地理解 怎么耶稣的肉成了食物 关于耶稣的肉 天主教有自己错误的教义 感知天主教 质变乱的教义 母人吃圣饼时 他便是在吃耶稣的肉 天主教相信 他们在圣餐时赐福圣饼 这圣饼便在遗文上 被化成了耶稣的肉 他们就是这样吃耶稣的肉 所以他们在做弥撒时 吃这圣饼 相信这就是在吃耶稣的肉 但这并不是在吃耶稣的肉 耶稣的肉只能因性吃 只有在母人信仰耶稣的洗礼 及其十字架时 才能吃耶稣的肉 信仰是以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才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我们信仰这道时 这道就能成为我们的食物和生命 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儿子 只有当我们这么信 并因此在心里领受罪孽得赦时 耶稣变成了我们心里的生命 神的容身便来到我们 那么让我们大家因信领受罪容身吧 耶稣降临于世 在身体上受洗 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而脱抹人类所有的罪孽 信仰神斩价世人罪孽的道 正是使我们能够吃耶稣的肉的信仰 你们只坚持圣餐的礼仪 吃一块饼并不能吃耶稣的肉 要信仰由耶稣所成就的守罪 他降临于世 把你们拯救出罪孽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和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 从而清洗你们所有的罪孽 这是使你们能够吃耶稣的肉的信仰 心里信仰是合圣灵的福音 我们能吃耶稣的肉 当我们心里相信 人类所有的罪孽 都在他受洗时 被斩驾到耶稣身上 他在十字架上死亡时 替人类受定罪 耶稣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粮 我们从罪孽中得救的救世主 从而使我们可能靠信仰领受容身 圣经说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呢 我们因信息和圣灵的福音 能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我们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只能靠信仰 而不能靠别的任何东西 耶稣说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第六章55-56节 主耶稣说 他的肉里有生命 我们的主已经为罪人 献出他自己的肉体 他用自己的肉 喂养所有信仰他的人 使他们饱足 这肉就是指耶稣领受的洗礼 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的饮料 换句话说 耶稣被钉 为了我们被定罪 这样就 他熄灭了我们心里的干渴 因为他使我们 绝不会因为罪孽而被定罪 因为我们的主 已经把他的肉 他的洗礼 守灵的生命之粮 赐给了全人类 我们吃这被称为耶稣洗礼的肉 已经饱了 即使此时此刻 这个星球上仍有使徒灵魂 在守灵的饥荒中被饿死 尽管他们能吃到肉体上的食物 但因为他们吃不到 被称作耶稣洗礼的生命之粮 前几天 我偶然听到某位牧师 在电视上布道 他布道的要点是 我们必须靠信仰耶稣 获得冗生 和领受罪孽得赦 但是这位牧师 在向会众提出 这个关键的问题后 没有回答人 应该柔和信仰耶稣 他在自己的布道里 使用约翰福音第六章 二十八自四十节 但他不知道 柔和解释这段经文 虽然他全叫半个小时 但他只能提出问题 却不能提供答案 那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正确的布道应该解释和回答 柔和才能领受罪孽得赦 怎样过正确的信仰生活 和怎样过合乎正道的生活 然而没有重生的牧师 不知道什么是耶稣肉体的粮 所以这位牧师 全叫半小时 只能不断地向会众提出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这种布道 用律法主义的信仰 诉服会众 使基督徒更加罪恶 全教士布道是 他必须为自己全教的内容提供答案 因为只有那时 听众才能吃到守灵的食物 才会饱足 如果他全部 却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他的布道 怎能被称为布道呢 不是这样吗 我的信头朋友们 太多的人 现在正饥饿着呢 我们能得到两种食物 一种是肉体上的食物 另一种是守灵的食物 你我都很清楚 肉体上的食物是可以吃的 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产出来的 但守灵的食物 只有当我们吃耶稣的肉时 才能吃到 世人生产的不是守灵的食物 天上降下来的守灵食物 是耶稣的肉 只有当我们吃耶稣的肉时 我们才能吃到这守灵的食物 只有当我们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时 我们才能领受冗生 但是 使得基督徒甚至不知道 耶稣为何降临于世 耶稣受洗 成了赦免人们罪孽的救世主 他把自己的肉献给了我们 已经赐给我们冗生 他在身体上受洗和流血 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 这个事实构成了我们守灵的食物 尽管如此 十多人不信耶稣降临于世时 所领受的洗礼 相反 他们只是知道 耶稣被定罪 在十字架上死亡 何从死亡中复活 即使在今天 他们仍然被受折磨 不知道耶稣在降临于世时 受洗 已经清洗所有信仰 他罪人的一切罪孽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人们容易饥饿 你们认识他们在灵性上 多么饥饿吗 你们自己怎么样呢 你们信仰耶稣的洗礼 已经吃他的肉 生命的食物吗 你们必试吃耶稣的肉 我非常感谢 耶稣已经赐给我们 他的肉 他的肉确实是可以吃的 如果耶稣没有受洗 那么无论我们 多么虔诚的信仰耶稣 我们都不能领受 罪孽得赦 我们的灵魂和心里 也没有和平 我阅读今天的经文 认识到耶稣的肉 他的洗礼 确实是可以吃的 令我深感悲伤 以色列的百姓 没有认识到真实的耶稣 耶稣说 他的肉是生命的食物 我希望他们只信耶稣 并说 哦 所以你确实就是降临于世 受洗和在十字架上 被定罪的米赛亚 救世主和献祭的羔羊 那么他们和耶稣的绘画 就不是聋人之间的对话了 如果他们知道 耶稣是救世主 并这么信 那么今天的经文 就不是要这么长 在今天的经文里 犹太人不能理解 耶稣的肉 寄耶稣的洗礼 把他们拯救出了 所有的罪孽 结果怎么样呢 当耶稣告诉人们 信仰他时 他们说 我们怎能信你呢 对此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耶稣说 因信吃我的肉 就是吃冗生的食物 喝我的血才是正确的 但犹太人反驳道 那么你是从遗文上 告诉我们要吃你吗 不只是犹太人 忙于这种忙人之间的对话 今天使徒信仰耶稣 却没有重生的基督徒 都忙于这种忙人之间的对话 他们阅读今天的经文 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不知道神的道的意思 只支持我们应过 合乎道德和虔诚的生活 但这种教训多么错误啊 他们只在能理和道德上讲 信仰耶稣 说 你们应该这样和那样生活 所以 尽管他们信仰耶稣 耶稣却不能成为他们的食物 所以 那些没有重生于水和圣灵的人 不能用属灵的食物 供养灵魂 一旦我们因信主的洗礼 吃耶稣的肉 我们心里始终是饱的 一旦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耶稣的洗礼 变成了我们心里的生命的食物 祂的饱血真是可以喝的 当我从这道理读到耶稣的洗礼 这洗礼变成了真正罪念得赦的食物 每当我看见十字架 我都感谢神不再对我定罪了 当我信仰祂的拯救 信徒所有的罪念 都通过祂的洗礼得洗 他们的心灵靠耶稣的粮得到安慰时 耶稣的肉和血 变成了真可以吃的生命之粮 为此 我衷心感谢 如果人们只信耶稣的血 这信仰的结果柔和 在日间洗和圣灵的福音之前 我也持有那种妨碍我吃耶稣肉的信仰 当时我只喝耶稣的血 期间我信仰耶稣已经十年 但我只信仰祂的血 所以我没有食物 当时饿得要死 我丧失了守灵的食物 我只根治自己的情感过信仰生活 当时我心里没有真正的和平 纯粹的唱圣歌也没有什么乐趣 庄严的歌唱没有什么乐趣 我饿我渴 我像一位信仰复兴主义者那样 狂热的歌唱 我没有认识到我自己陷入自我情感之中 却像痴迷者那样唱圣歌 我感到侍奉主的强烈欲望 但是这只此事了短暂的时刻 我也停止歌唱 便觉得空虚和饥饿 即使我在祈祷的时间 我也完全没有觉得吃饱 死终觉得空虚 如果我只信耶稣的血 祂不能成为我们灵魂的食物 所以当我到教会里来吃食时 我不是吃饱 却反而觉得更加饿 寻找满足一次次 结果我参加一次次的祈祷退休会和复兴会 只信耶稣的血 结果最都只能得到轻微的安慰 过后继续空虚 因为我的心里既没有真正的信仰 也没有真正的生命之水 但是现在我吃耶稣的肉 即耶稣的受洗已经清洗我所有罪孽的真理之道 我心里的空虚已经消失 现在我心里流淌着真正的生命 现在我和其他每个人分享生命的水 耶稣已经用他的肉体清洗了我们的罪孽 从我认识到我所有罪孽都在耶稣受洗时被涨嫁到他身体上的那一刻起 我心里的干渴已经被熄灭了 从我认识到耶稣替我在十字架上被钉罪 我相信耶稣在受洗时不只担当了我罪孽的那一刻起 而且还担当了全世界人类所有的罪孽 我吃饱了 因为我在那时真正领受了生命 经上写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连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二十三章一子二解 我的信徒朋友们 因为我们已经尽情地吃过青草 在河边喝过水 我们都吃饱喝走了 非常满足 我们躺在绿色的草地上说 我吃得太饱了 我非常饱 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东西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成了这些心满意足的人 始终微笑 幸福之情难以形容 不亏彻任何东西 一旦我在他的道里遇见我们的主 我的灵魂就饱了 每当我感觉有点饥饿 我总会想到我们的主 我阅读他的道 思考他的道 我死中牢记 我的罪孽已经在主树洗时 被斩架到他身上了 他亲自担当我所有的罪孽 所以我心里总是保的 感谢你 主啊 非常感谢你 我全心全意感谢你 我衷心谢谢你 使我无罪 主啊 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想我依靠自己多么不足 我的主如何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心里这么信 我每天吃肉 喝血 我心里充满欢乐与和平 我们每天为自己的灵魂吃生命的食物 不但我 而且你们也应信耶稣的洗礼得救 耶稣献出自己的肉和血 用生命的食物喂我们 使我们从罪孽中得生 我们这么信 我们相信耶稣借洗礼和血 拯救了我们这些 濒临饥饿和死亡线的人 不是这样吗 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 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如果有人不能因信吃喝 他必定死亡 但如果他能因信吃喝 那么必定获得冗生 我们必须即使吃耶稣的洗礼 积他的肉 吃一次能使你们获得冗生 吃两次能使你们饱足 吃三次能使你们成为有幸的人 每天吃耶稣的肉和血 我们能获得新的力量 天天饱足 你们这么信吗 我们必须确实每天都吃生命的食物 我的信徒朋友们 耶稣说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融活的腹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腹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妈呢 还是死了 约翰福音第六章 五十五字五十八节 你们这么信吗 我的信徒朋友们 那些吃耶稣肉和血的人将冗生 耶稣的肉不是灵食使我们饱足 耶稣的肉能使你们从罪孽中得喜 领受冗生 他成了冗生的食物 这是神祭 我们吃耶稣的肉 满怀感激他的赐福 世上使得人只喝他的血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既能吃耶稣的肉 又能喝他的血呢 今天的步道讲这一点 强调我们多么幸运 因为好理的差异而得救 我说过 我们柔和因为一定点的不同 而获得了冗生 有些人因为这细微的不同 而注定下地狱 世上有多少人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更受增进 逐次拯救了我们和预见我们 这是何等伟大的爱 何等的恩典 对此我满怀感激 难以言辞 耶稣的肉确实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食物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因信接受主赐给我们的礼物 对我们大家而言 也只是信仰耶稣的肉和血 信仰他的洗礼和血 无失做其他任何事情 我们已经领受的是冗生 我们已经信仰耶稣赐给我们洗礼的肉 和十字架上的血 我们向我们的神承认 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仁慈 也不是因为行为的美德 更不是因为我们的任何方面 比其他人有才能 我们信仰是因为神怜悯我们和爱我们 他才赐给我们拯救的礼物和冗生 父神把我们引向得救 因为镜上写道 若不是差我来折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 父神已经把我们引上冗生的道路 引到正确全拨耶稣的肉和血的教会 他叫我们吃耶稣的肉和领树冗生 当毁灭降临于世时 天上的轴降临我们 我们现在毫无忧虑 圣经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耶死 死后却有审判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活在这世上 就像早晨般即可消失 神使我们冗生 意味着他使我们不再做这些 朝生暮死的人 为了使我们享受容生 永远活着 耶稣已经使我们成了神的百姓 用他的肉和血喂我们 所有信仰耶稣的肉和血 吃着肉和喝着血的人 将永远活着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能因信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在神的教会里 我们始终能吃首灵的食物和饮料 我们的酒赐给我们 他的肉和血 就是赐给我们 容生和永远的食物 耶稣的肉就是 耶稣清洗我们 所有罪孽的洗礼 耶稣的血 就是他借洗礼 当当罪孽的惩罚 信仰耶稣的肉和血 神在天上的儿子 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获得了冗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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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